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 近日由于肖战在海内外大放异彩 他在各大平台上的热度也是持续升温 其中在单个社交平台上 肖战的单人话题阅读量 也是正式突破了1800亿之巨 不得不说 这个恐怖的数据 也是见证了肖战那无与伦比的超高热度 当然作为公认的优秀青年偶像 肖战如今的超高热度 不仅是他优秀的最好说明 也是他被越来越多人们喜欢的 一个最真实写照 要知道1800亿这个实打实的数字 背后体现的无数人们 对于肖战的关注 可谓是有着巨大的意义 因为这个数字 在呈现肖战那超高人气的同时 也将会从侧面 促进肖战在各方面的发展 不管是商务也好 还是影视也罢 都是如此 毕竟一位资深品德兼优 并有着超高人气的演员 与代言人都是不可多得的 另外 真实的数据也是说明了 肖战的粉丝数量并不是最多的 但粉丝的活跃度 绝对是处于圈内最前列的 这一点从各大热度榜单 人气榜单 以及各大平台的相关播放量和阅读量上 都无一例外的早已体现的离离尽致 而全网的超高热度 也可以说是肖战与粉丝们又一个双向奔赴的铁证 因为哪怕是在肖战无动态的情况下 大家也都会每天关注他 或许这就是平静且沉默的爱吧 说实话 这样的平静且沉默的爱 是让人感动 也让人暖心的 因为成后的感情 不单单只是体现在那些肖战有心动态的日子里 更多的是在无数个平静的日子里 默默地守护着他 粉丝们在背后的默默守护 其实也为肖战的前行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而从商务到影视 再到世界舞台那越来越闪耀的成绩 都说明了默默守护肖战的人 早已变得更加庞大 所以如今肖战在海内外的超高热度 也是再次认证了一句话 那就是全球各地的人们眼睛都是雪亮的 优秀且品德兼优的人 不管在哪都始终会被人们所喜爱 什么是真正的成功 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不断收获成果 不断拍上高峰 而当今那鱼却是不良竞争四亿 粉丝拉扯造谣 反复把别人踩下去 毁掉 自己就能上位 就能成为第一 有道是与人争不如人 最终不仅什么都得不到 还失了做人的底线 涂惹嘲笑 最近肖战好消息不断 两年前的作品光点 喜欢iTunes全球榜第二 美区第八 又在英国获得最畅销数字单曲第一 创了该榜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真是可喜可贺 高兴之余却也惹来无数妒忌的眼光 有道是人在家中做 祸从天上来 某些粉圈无端造谣辱骂肖战 一位祸水东眼 另外为自己抬咖拨眼球 提升热度 完美权势损人利己一词 可惜想得挺美 现实打脸 被按在地上摩擦 充分说明了 出恶言反恶语 中恶因得恶果 当然造谣诽谤 一定要全正链给工作室 道歉和赔偿可远胜千言外语 长久以来 肖战因超高的热度 不俗的实力 成为众相攀比的对象 其实与人攀比 是一种弱者心态 一旦陷入其中 不仅背负莫大的压力 会迷失了自我 迷失了方向 肖战之所以成功 就在于内心有热爱 眼中有方向 能坚持够努力 从不与人比 只与自己比 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越来越优秀的自己 肖战抖音话题播放量 成功突破1300亿大关 成为该平台 唯一破1300亿的艺人 其实肖战自2019年走红以来 在当年深秋 就是该平台话题榜单第一 而从此以后 持续断层第一 是第一个破400 50050060070080090010001100亿1200亿的艺人 直到如今的1300亿 持续记录保持着 可以说不断超越自我 用事实证明了那句话 能赢过肖战的只有肖战 这一个个震撼的数字 可以说是肖战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个奖杯 见证着他的努力与不屈 这世上的恶意没有一天放过他 时刻想要吞没他 而他就在这无尽的风浪中 搏击 穿梭 踏浪而行 越来越闪亮 越飞越高 而抖音这震撼的播放量 展现的就是大众的关注 大众的心知所向 数字无声却诉说着公平 公道 见证着肖战努力的成果 归根结底 正是肖战不断地向前奔跑 才有着如潮奔涌的人气 另外 伴随着肖战如日中天的人气 其工作室也水涨船高 热度空前 此前在2022男明星热度综合排名榜单中 工作室就取得了第八的好成绩 晋升男明星名列 而工作室发布的微博 其数据也是相当惊人 比如最近一条日常见肖战之 载入像素中点赞数就达400万家 远超一众明星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 外人之上 也是从侧面反映了肖战的火爆人气 当然 工作室也是财情满满 能力满满的 肖战是一个历经世间丑恶 依然心怀善意的人 更是个充满了向上的正能量 不断超越自我的强者 跟随这样的偶像 能收获阳光般的心情 拥有积极向上的动力 能强大了内心 成为更加勇敢 更加优秀的自己 这就是与优秀的人在一起 你也会变得更优秀 让我们一起携手同行 一起见证成长 一起看山河壮丽 一起看星耀世界 也许是肖战的光点 成绩实在是太亮眼了 直接将肖战的赛道 从内域换成了国际 在粉丝们欢心鼓舞之余 黑粉们坐不住了 然而肖战的黑料 尾时是站不住脚 一些老生常谈的造谣 现在是路人都不愿意看的程度了 黑子们被光点如此刺激 那是要避在肖战身上 找出一丝不妥 好满足自己内心 于是这场给肖战 造一个黑料的活动 进行不下去时 那就车骨肉又提一提 肖战的资源吧 资源差这顶帽子 肖战是戴定了 肖战资源如果还差的话 恐怕内娱 其他艺人的牙都要咬碎了 偏偏肖战的确参加的活动不多 这下黑子们一宣传 不了解娱乐圈单位路人 恐怕还真会因为 长时间不见肖战 而认为肖战没资源呢 老几套说辞 肖战没综艺 没舞台 没活动 日常只有工作室 拍的Vlog和品牌录播 除此以外 要不在剧组拍戏 要么就是在家发霉 可见肖战资源不行 就没人请他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肖战不参加综艺 舞台活动 不是没人去请他 而是肖战拒绝了呢 当年跨年夜 各大卫视为了争夺观众们眼球 各自摆出自家嘉宾们的亮点 而番茄台直接一个 我们有肖战就赢了 这种流量下 肖战等于收视率 热度话题 他们会不尝试邀请肖战吗 只是如今肖战将自己定位为演员 无论是影视演员 还是话剧演员 除了表演 其他都不是重点 肖战这两年 都是以每年两部作品的效率 高效输出 剧是拍不停 还有一堆饼等着肖战 况且他的各种资源 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路升级 高奢代言不停 从各种数据来看 肖战依然是 内于无可争议的顶流 将内于一人的数据 一字排开 得把肖战单独开表 否则那数轴的纵坐标 就被拉得太长了 而如今流量横行的时代 肖战有如此热度 他就不可能不被 各项综艺活动邀请 而肖战始终不去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他不小 演员这个行业 是有一种神秘感的 演员始终与距离之间 隔着一个人物 所以有些老前辈 一辈子没有参加过任何综艺 任何活动 他们只想给观众留下作品 肖战不是通过 演员这个行业出道 而是歌手男团 不可避免地 他做不到一心 只塑造角色 因为他的流量 早就在裹挟着他 他不能一辈子在角色之下 但在一段时间 内心无旁骛地塑造角色 还是可以的 所以无论肖战 进组哪个剧组 塑造什么人物 他都会将自己神引起来 减少一切外出活动 一心只与角色为伴 所以当不参加综艺 活动 舞台的肖战 在这群黑子们的口中 是没有资源 没有节目找上门来时 了解的人只会觉得可笑 不了解的人 还真就会信了这谣言 即使这种说法 已经存在很久了 但耐不住 传了一回又一回 不过 回过头来 当路人看到光点的成绩 恐怕他们也不会相信了 毕竟哪个过期的艺人 可以将自己两年前的作品 送到全世界呢